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死相逼 陈月莲也丝毫不为所动 本以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 周润发会变得释然 万万没想到 他的发疯人生才刚刚开始 复读风波过后两个月 周润发在全港人民的围观下 迎娶了亚氏当家花旦于安安 婚礼当天 TVB采取全程直播 肥猫郑泽氏当司机 天网六德华当伴郎 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对此 向爱搞事情的港媒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同事情场失忆客 一时冲动地阴蒙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俩人的结合更像是失恋者联盟 元安出生了一家庭 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14岁那年 元安和同学尔东生悄悄谈起了恋爱 为了每天都能和元安贴贴 尔东生甚至拒绝了父母给他安排的留学计划 1977年 这对小情侣前后脚进入邵氏影业 两人戏里戏外填后众人 被观众称为金童玉女 都认为他们的关系会从银品走到现实 顺利地走入婚姻的殿堂 一个是当红小生 一个是当红花旦 简直是天作之合 元安和当时最红的武侠男明星郑少秋 许少强 江大卫 迪龙等都有过合作 说她是武侠一姐也不过分 虽然是当红明星 但是元安的内心深处还是想做个普通人 结婚嫁人 然后相夫教子 他也多次向尔东生表达了这种想法 而尔东生一直没有答复 元安生活在离异家庭 却对婚姻充满着憧憬 尔东生生活在重组家庭 却对婚姻充满着怀疑 后来尔东生对于安安说 我对婚姻制度不抗拒 但那个誓词有问题 两个人发誓一生一世根本未必能做到 应该改为我尽能力去做 尔东生对待婚姻的态度让于安安伤透了心 1981年 这段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遗憾画上句号 分手后 元安经历了两年的感情空窗期 直到周润发的出现 如果要用一个词总结元安的闪婚感想 那就是心动 但当时的元安怎么也想不到 他只是周润发用来报复陈玉莲的工具 周润发对前妻元安到底有多残暴 才会让现任妻子都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 1984年 元安正式宣布和周润发离婚 回忆这段为期九个月的短暂婚姻 元安心有余悸道 他曾被周润发赶出家门两次 而他之所以被扫地出门 仅仅是因为没有给到周润发安全感 婚后周润发给元安立下了多条家规 比如出门主动报备行踪 又比如拒绝拍摄亲密戏份 最夸张的是 作为一个时常需要面对镜头的艺人 元安甚至不被允许化妆打扮买新衣 总之在周润发的强势打压下 元安一度患上抑郁 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对于周润发的变态占有欲 元安将其解释为缺乏安全感 只不过在我看来 元安更像周润发的情绪垃圾桶 1983年周润发和女友陈玉莲分手 对玉莲分手的原因 外界流传最广的版本 莫过于周母棒打鸳鸯 大孝子周润发既不敢忤逆母亲 又拖拖拉拉不愿分手 最终导致自己单方面被甩 也正因此 他才会闹出服药自杀的新闻 而在周润发一哭二闹三上吊期间 陈玉莲通过肥姐沈殿霞的介绍 认识了美籍华裔商人陈超武 陈玉莲再结新欢的消息传出后 狗仔将周润发团团围住 逼问他被甩后的感想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两个月后周润发求婚新巨搭档 余安安 两人仓促举办婚礼 如今看来 周润发更像是将余安安当成了陈玉莲的替身 恨不能将她锁在家中 仅供自己观赏 这段报复式婚姻背后 没有爱情也没有浪漫 华丽的婚礼过后 只剩下互相挑剔的日常 余安安在媒体面前大哭 埋怨周润发的种种行为 周润发嫌弃余安太小气 和他在一起每分钟都度日如年 1984年 男人的婚姻也到头了 结婚仅仅九个月便宣布离婚 多年后 周润发主动提及 和余安安的这段婚姻 并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做出道歉 而一旁的发嫂 陈慧莲则复合党 我也觉得我老公对她不住 离婚后 周润发的事业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她还有一个迎贫情侣 郑玉玲 两人合作多部影视剧 就在周润发结婚那一年 两人合作了一部《花城》 电影中有一段长镜头的经典吻戏 而余安安却在离婚后 再次陷入抑郁之中 她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拍戏 一直在家养病 这时的尔东升已经学成归来 顺利转型成为导演 只不过她已经有了新的女友 几年后 余安安才遇到新的恋情 追求她的是一个富二代 名叫李万奇 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 家境非常殷实 1987年 余安安和李万奇结婚 对于两人的结合 外界评价为同化婚姻 婚后 余安安全面吸引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将生活过成花 在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里 余安安陆续生下两个女儿 夫妻恩爱 生活安逸 在外 她是光鲜亮丽的李太太 陪同先生在各种社交场合应酬 在家里 她是慈爱的母亲 带着孩子们玩游戏 做功课 余安安的美貌贤惠 深受李家上下的喜爱和赞叹 此时的余安 拥有了自己一直可求的婚姻和家庭 内心喜乐且满足 然而完美的婚姻 只存在于同化中 余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会再次遭受到婚姻情感 带来的暴击 2002年 李万琦遭遇金融危机 正式宣布破产 为了帮助丈夫东山再起 余安宣布付出 只要有戏拍 哪怕是给小辈当相鞭配角 她也毫无怨言 令人心寒的是 余安安的不离不弃 换来的却是丈夫漫天飞舞的花边新闻 不仅如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李万琦还恬不知耻说道 我破产 但快乐 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 李万琦之所以快乐 是因为余安冲在前方养家 2003年 余安安果断结束这段16年的婚姻 她强调 自己离婚的原因只有一个 对方做了女人最不能忍受的事 离婚后 余安没有索要一分钱抚养费 她只争取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时 余安安43岁 她用了20多年的时间 顿无大爱情和婚姻 都是不靠谱的存在 幸好 她还有两个女儿 还会演戏 靠天靠地 不如靠自己 余安安决定重返娱乐圈拍戏 然而离开多年的她 青春不在 人气全无 此时的娱乐圈 早已没有了她的位置 幸好她情商高 长袖善舞 过去结家下的富豪 与圈内旧友 都愿意出手帮她 而余安安自己也足够努力 她抓住机会 不管是电影电视剧 还是舞台剧 只有游戏可拍 她都不挑剔 曾经的一线花旦 从最小的角色演起 甘愿为年轻艺人作配 2006年 余安在电影《我要承名》中 饰演霍斯燕的经纪人琪琪 这个角色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 并得到了金像奖 最佳女配的提名 可惜最后未能获此殊荣 2010年 演技精湛的余安安重回巅峰 凭借《非杀风中传》这部戏 终于捧回了金像奖 最佳女配的奖杯 颁奖礼上 51岁的她泪流满面 几度哽咽 近30年来 元安失去了爱情 失去了婚姻 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和羞辱 所幸 事业和忠实的影迷 始终不曾辜负于她 而为了陪伴两个女儿长大 元安感情常年处于停摆状态 直到2012年 才被爆出新恋情 2012年 元安被爆母子恋 男友小她22岁 是地产界小职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男生不仅将元安哄得心花怒放 还得到了她两个女儿的认可 对于这段新恋情 元安毫不避讳 她表示 年龄不是问题 她更看重对方的人品 同时元安还强调 自己不排除会再次闪婚 回顾元安的感情史 虽然曾经历过两段不愉快的婚姻 但她处理感情的麻利劲儿 却值得无数女生借鉴 对过往那段婚姻 元安更是拿得起放得下 过60岁生日时 元安还特意邀请周润发参加 两人像一对老朋友般谈笑风声 侃侃而谈 一切恩怨情仇 皆已烟消云散 回首往事 元安可以坦然地说一句 平生从未负他人 历经三段情伤 却不称不恨 拥有一颗蠢真的赤子之心 或许这才是元安永保青春的终极秘诀 近年来 元安上新闻 都是因为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好身段 一个62岁 当了外婆的人 穿起路肩礼服 仍然有形有款 印象中 元安似乎从来没有过 不修蝙蝠出现的时候 她永远妆容得体 搭配恰当 而且既不过分追赶时髦 又不会露舞太多 两个月前是元安的生日 她和古天乐一起过 靠在古仔旁边 完全看不出11岁的年龄差 上帝造人时 就是对某些人特别优待的 回首往事 元安可以坦然地说一句 从未富人 身为女性 情力做事 不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 明知付出的一切 可能会复之东流 但仍然勇敢屈爱 已是上家品格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